大家看到这一桌都是相机 这条影片是相机关于相机的视频 都是那句 我拍照相机、摄影机有关的东西 都是自己买了东西才会出视频 即是说, 你看到我出视, 即是出视 在买这个视频之前, 我才解释为何要买 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是我经常用 我用了很久 其实很多要拍vlog的youtuber 之类的那些 他们都会用两种脚 第一种脚就是扭扭脚 Joby 另外就会用我这一只 万富途的脚架 这个脚架你除了可以当它脚架 之外, 你也可以当它手柄 变成我们拍摄的时候 这样拿着是可以的 但问题就是, 这个是最小的版本 它的成重就不是太旧, 因为它是小版本 就出视了, 怎样出视呢 它是继续不住的, 它会自己扭脚的 你要放在一个刚刚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吗? 它是会扭脚, 它忍不住 它会变成 如果你要用一个比较重的手机 这一只就不适合了 是不能够使用的 它只可以用一些比较轻身的手机 所以随着用GH-5 作为出家用的相机 我就要一个比较劲的脚架 就是买了它 都是这个万富途 其实是比起这一只大一毫 这里写清楚 它的成重就是2.5公斤 它的长度就是20cm 哥哥和弟弟之分别 拿上手的重量其实也不是很远 轻较这个, 185g 左右 大这个, 265g 左右 重不够100g 都可以吧? 我不知道, 拿久一点才知道 这枝就多了很多东西玩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它的头部不是按住放的 它是好像传统那些要锁住的 变成你锁住, 这样扭住 其实整个受力就会确定很多 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没那么方便 因为这个你一按就任你动 你可以刚刚一放手搞定 另外, 这里多了一个船扭 所以你可以扭住一点 也可以, 它会顶住的 这一只鞋有两级的宽度 这里一拍过来 它是可以 一拍过来 再平一点 这个平到一个点是 就是 就是这样的 变成了, 既然可以平到这样 它应该是可以站得很稳的 这里你看到一个按针 一按, 其实它是拉长的 它有几级的 最长就是这样 其实它是真的很稳定的 你真的放下单脚 高高地吊 它应该都可以 维持住一个比较稳的状态 不会那么容易反 这个位置扭 你可以扭得比较稳定 也不会折花 的确是稳定了很多 而且稳定了很多 好, 不会摇 重量开始来了 这个绝对练到你的手力 因为GH5也挺重的 加上8-18 加上露米 加上脚已经是重量了 我买了另一支脚架 大家看到我 买了脚架也是用这个曼富途 当然是 比较顺耐曼富途 顺耐曼富途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一支 这一支 我想如果 玩久的人都知道 这支是曼富途最便宜的 当时最便宜的意大利製造脚架 只是下面的, 上面的就不是 买回来好像是1997年 用到今天 就是这些位置 因为这些其实是扭的 扭对了, 扭住它 这些位置 都没有怎么松 当然我不是脱得很尽 也很少拿出家用 但是 你要一个 金属的部件 经历20年 还是维持着一个用得的状态 所以我都觉得它算是挺好 我就买了一个 打算拿出家用的脚架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曼富途的 比较新一点 就叫做 Be Free Live 摘起了之后 其实很小 第二就是 意大利製造 第三就是 它有油压的柄 变成我要拍视频 要做Zoom 就是要Pen 的时候 都是 给到我一个比较顺的Pen Shot 去拍 1.78kg 很重 长度40cm 所以都算小了 有些形状 也有少少保护性 这里就是 派插板 以及螺丝 Click card 4分1转8分3的converter 好 那这个就 应该就是要反转 因为它为什么可以接得这么短呢 就是因为它反转了 理论上应该可以这样 然后这里 你会见到有一个按键 可以的 按下来就可以 对不对 推出来 三级的 这一级 就可以到这么多 这一级 就短一点 这一级就可以反转了 这样可以了 即是中间的级 是最似正常的脚架 松开它 可以拉下来 这些就是 这一种设计的口 拍了就可以拉 对位置就关掉它 转到头了 哇 这个是Made in Italy 都重要的 接着我们可以拉这个油压的 绑出来 它始终是一个不是很重型的脚架 所以我相信它不能挂得太重 原来它是移动一下移动 四周来移动 3.6是这样移动的 如果我们要鑿主 一定要鑿主 这个是这样移动 3.6是这样移动的 扭扭扭 就会均保住 您可以自己伺 comfort 这个水平 它是水平柱 对了 这样移动不了 剩下油压 分别是这个 水平的反硬 还有这个垂直的刷刷 在这里调整 快刷板就是这样安装 很简单, 推进去就可以了 锁死了 动下动下就可以了 我可以在这个角度拍摄 就会更好 因为之前我用 Sony 原厂的 这些脚架 它油压的进程有些虚位 所以有时候你见我拍摄 都好像打一打一阵 因为加上我拍摄摄 是用一支90mm Mac 的镜子 所以很敏感 你动一点就能看到 而且光阻不是很夸张 所以就要小心点用才行 这个距离虚位也少 所以应该做出来的 刷板会更加滑 方便用到 今天跟大家玩一下这个万副导致架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拍片的朋友 给个赞我 还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钟仔 有新片出 你第一时间会收到通知 跟大家说过 买GH-5 想试镜头 其实我看到有朋友留言 就说想试 例如想试 8-18mm Leica Wide Zoom Panel Leica 也有朋友说想试 14-14-10倍Zoom 其实这支25mm 这三支镜头 我都有带到英国拍Vlog 所以大家在未来 我会剪多中集和下集的英国Vlog 都会看到这三支镜头循环出现 说到这里 这个见尾太长了 下次再经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